简单的食材,精致的生活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红枣花生红豆汤 这是一道简单又美味的甜品,适合冬季食用 可以温暖身体,补充气血 红豆与花生还有红枣都是富含营养的食材 搭配红糖和枸杞更加香甜口口 下面就来看一下我们需要准备哪些食材 红豆,花生,枸杞,红枣,红糖 做法也很简单 我们先把红豆和花生洗净,泡入碗中 加水浸泡至少4个小时 让它们发胀软化 接下来把浸泡好的红豆和花生 连桶水一起倒入电饭锅中 选择滚轴功能按下开始键 当电饭锅显示剩余30分钟的时候 我们把红豆洗净去核放入电饭锅中 继续煮 接着当电饭锅显示剩余5分钟的时候 我们再把红糖和枸杞放入电饭锅中 搅拌均匀 让红糖融化 等到电饭锅 调至保温状态 就可以生出来享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